本期视频将按照俄罗斯警示的用餐顺序为您解释俄餐各个环节的发展历程 以及其中的一些经典菜有划不到正边开始 一顿经典的俄餐组合一般包含四个元素 以如今各种半自住的俄式套餐为例 首先你会经过一个冷柜 里面是各种沙拉 它们虽然通常量少简约 但内中的原料种类却相对丰富 且颇为讲求色彩的搭配 因此在苏联时代 沙拉的名称往往很是抽象 什么Oliver 春天 国会大厦等等似是而非的词语 经常成为沙拉名字的一部分 在选好沙拉后 第一道菜是汤羹 无论什么季节 餐厅给你的选择总有三种以上 在你点选过后 服务人员往往会问上一句 要加酸奶油吗 而几乎每个本地人的答案都是 要加要加 汤羹之后是正菜 它的种类最多 包括各种肉类 禽类 鱼类 在你点选其一之后 对方往往会询问要什么配菜 这类的配菜更多是主食的含义 其选择多为面条 土豆泥等 但有时正菜也会以饭菜一体的形式出现 其中最经典的代表 除了各种香料炒饭 还有所谓的包心菜卷 它是一种由绞肉 洋葱 混合米饭 一股脑的包进卷心菜里烤制的菜肴 最后在正菜之外 如果仍觉得不够 那么你还可以选择一些面包 小馅饼之类的面食 这种冷盘加汤加正菜 加油酥面点的四段式搭配 从18世纪开始 就是鹅餐的标准样式 根据1797年的餐馆记录 这样的一份饭食 当时售价为一卢布 而如果去掉其中的正菜 价格降为50戈比 再去掉一个菜 则降为25戈比 那么今天 咱就按顺序 逐个来聊聊 鹅餐中的这几个经典要素吧 冷盘是鹅餐相对简单 但变动也最大的一环 因为在各种烹饪书列举的饮食流程之外 俄罗斯还有一种悠久的开胃菜文化 也可以划入冷盘的范畴 开胃菜的种类多为各种 腌渍熏制的小吃 这些东西的真实作用 绝不是它的字面意思 说是让你打开胃口后 多吃聊晚饭 俄国人的开胃菜 是完全绑定在他们的酒文化上的 并且早年带有很强的男权属性 一般是晚餐前 男人们聚集在休息室内 闲谈小酌 其间佐久的小菜便是所谓的开胃菜 它可以非常简单 简单到面包加盐都能当开胃菜 但也可以高档扩起 因为鱼子酱也是最典型的开胃菜 在有关苏联时代的回忆中 鱼子酱往往是与劳苦大众的食物短缺 形成鲜明对比的典型 俄罗斯最好的鱼子酱都取自寻鱼体内 自古以来这种鱼类就是 盐和居民赖以为生的物产 鱼肉食用 几斤被抽出加工后 添加到馅饼与汤羹之中 鱼镖则提取鱼胶用于酿酒 或为凝冻类菜肴增愁 而鱼子酱自身的成名之路 则始于18世纪末 凯瑟琳二世时期 这位在位34年的女帝 当时吞并了整个黑海北岸及南部草原 此后有个叫 艾奥尼斯瓦尔瓦克斯的希腊商人 从凯瑟琳处求得了捕鱼权 之后 他将鱼子酱加盐包装 以便出口 鱼子酱自此走出了国门 成为了俄罗斯的重要商品 而差不多自19世纪中叶开始 俄罗斯的冷盘开始摆脱了 开胃菜和酒精的束缚 成为了独立的饮食环节 不过这时期的冷盘 几乎清一色的都是荤菜 其中比较著名的是 一道以火腿为原料的菜肴 烤火腿 他是将蒜瓣塞入火腿中 然后抹盐 并加香料腌制的烘烤菜肴 当时的俄国人 喜欢在冷却后切片食用 但这菜还有一种更讲究的做法 要先将火腿抹盐后腌制一周 然后再加香料 低温慢烤 这种更精致的做法 让它的口味更为软嫩 也更适合冷食 与烤火腿的上层用料不同 更多更普遍冷盘 其实还是对于肉类下饺料的再利用 这里最典型的 当然是各种牛蹄养脑熬成的肉冻 但是也有相对精致的 比如俄罗斯冻汤 它是用熟的碎肉 加上生的石螺小葱萝卜撒盐后混合 再浇上酸奶而成了冷餐粥 吃的时候一般还要放些奶酪和鸡蛋块 而到了苏联时期 素食沙拉开始成了社会的主流 并且与西方添加橄榄油的做法不同 苏联更喜欢加他们的酸奶 或者以油醋混合而成的油醋汁 且原料中必不可少的 是用于上色的甜菜 而沙拉的又一次进化 是在上世纪60年代的 伯列日涅夫时期 彼时随着食品工业化的发展 各种方便的即食沙拉 鱼肉罐头开始流行 且与其搭配的 多为商店直接售卖的蛋黄酱 著名的节日美食 金和欢沙拉 就是其中典型 这种壮如蛋糕的沙拉 分为多层 下层一般用土豆打底 然后是金枪鱼罐头 之后依次将洋葱 胡萝卜 奶酪蛋白之类的原料层层码好 且每层之间都涂满蛋黄酱 最后用切碎的石螺和蛋黄碎 在最上层整出一个金和欢花的造型 你也别说 在鹅餐里 这还真是挺精致的一道菜了 与其异曲同工 还有飞鱼沙拉 这道菜的鹅语名字 如果执意过来时 穿着毛皮大衣的飞鱼 但做法与金和欢沙拉完全一致 特点就是使用了飞鱼 并且顶层之下 一定要用白煮的甜菜 让甜菜紫红色的汁液 渗入蛋黄酱 使其颜色更为鲜艳 是他所谓的特点 在俄罗斯相对短暂的历史中 汤其实是他们饮食的核心 在平民的饭桌上 汤和黑面包是一年到头不变的主角 而在贵族那里 由于东宗教各种摘戒的规定 也将汤提高到了极为显著的地位 这其中又以卷心菜汤为罪 地俄时期虽然国土辽阔 但大多气候苦寒 平民所食的蔬菜 无非就是腌制的黄瓜 和做汤的卷心菜 所以当地谚语有 卷心菜与乔麦粥就是我们的粮食 连卷心菜汤都不会做 算什么老婆 等等说法 但同样名称的汤 质量上却能天差地别 穷人吃的是卷心菜清汤 按俄罗斯人的说法 它是空的 其材料就是农家每年秋天腌制 发酵的卷心酸菜 再撒点面粉增愁 而贵族的汤里 打底的就是各种动物骨头 今间熬成的浓稠高糖 再浮以肉类和洋葱 土豆 胡萝卜 番茄等食材 甚至连卷心菜都要放上两种 新鲜的增加口感 腌制的提供酸味 另外这种汤 还有一种冬季旅行版 制作了更为浓稠 然后冰冻成块 旅人携带这些汤块 于途中重新加热加水后使用 18世纪前后 受制糖技术的影响 甜菜开始在俄罗斯广泛种植 随着产量的上升 遇到19世纪末 甜菜汤取代了卷心菜汤 成为了俄罗斯最普遍的汤菜 当然我们更熟悉的 可能是它另一个听起来 更有笔格的名字 罗颂汤 这菜在做法上实无心意 完全就是卷心菜汤的流程 只不过将主料换成了甜菜而已 其实它压根也并非出自俄罗斯的传统菜药 而是传自乌克兰的 但在苏联时期 政府似乎有意淡化了它的产地属性 而经常为其冠以什么 无产阶级甜菜汤 莫斯科甜菜汤 等等莫名其妙的名字 在卷心菜汤与甜菜汤之外 还有一种汤 虽然普遍性不如前两者 但若论历史则绝对的悠久 那就是鱼汤 其俄语发音为 乌哈 它的词源本意是含有肉类的荤汤 至17世纪末才变为专指鱼汤 此汤当时原料上 多用淡水的梅花炉或鱼鱼 按照当时的食谱记载 如果原料是活鱼 那加点马铃薯炖上就完了 但如果鱼睡着了 那就需要添加一些月桂 胡椒等香料来调味了 另外从古到今 无论什么原料的汤 俄罗斯人似乎都为它开发了 特殊的酸味版 索良卡汤 是一种在酸味蔬菜汤的基础上 添加香肠与肉类的酸汤 在制作时 加入各种腌渍酸菜都属鸡草 更多的时候 还要直接添加鸡酸菜的卤水 用以增加风味 酸味冷鱼汤 更是19世纪俄罗斯烹饪的象征之一 这种汤在制作时 需要先将鱼肉 熬虾和各种蔬菜煮出后放凉 然后用甜菜汤 鱼汤和带气泡的白格瓦斯 冲调各种原料 从而漆成的冷汤 你能想象出它的味道吗 反正我儿想不出来 谁喝过给我们讲讲吧 总之俄罗斯人也并不完全 拿它当汤来看待 它是一道特点鲜明的佳肴 更是毛泽哥们在炎热夏日的 必备汤饮 当年有个叫理查索斯维尔的 英国旅者 在自己的游记中这样形容过它 这汤居然是冰镇的 跟我期望的热气腾腾的 豌豆汤毫不相干 我勉强咽下第一口 然后尽量一脸严肃的放下汤食 这使得周围的俄罗斯人 极为欢乐 即便是如此笼统的讲述 俄罗斯饮食也不是 一期就能做完的题材 关于俄罗斯的正菜 主食饮料 咱还可以再出一期 就是不知道各位感不感兴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